好,OK,我只能說翻譯得非常好 每一句都翻到了,然後都沒有漏標開槍 Excellent translation right there Like every single sentence you know she translated Wonderful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要談論到的就是台灣 對不對,台灣的美食我相信是這個世界聞名的 那這兩位重量級的嘉賓來到了台灣呢 據說他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要是很累的時候,拍到很累的時候 只要去吃台灣的小吃,只要去吃台灣的料理 瞬間就會精神百倍 然後所有的這個不開心的心情就一掃而空 我想要問這兩位是不是真的 Is it true? Yeah, once you get tired you pop in something from Taiwan and you like up Dumpling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Best in the world Dumpling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Dumpling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I can't stop myself You can't stop yourself Yes,I always I finish the dumplings of everyone That's awesome And you actually You actually wanted to open up a dumpling place in France 對,我昨天見了一位老闆在餐廳 我們做了一個交易,我祝他祝他開了一位在巴黎 阿森,已經準備好要跟那個鼎泰宮的老闆一起合作 在巴黎開一家巴黎鼎泰宮,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阿森,我們都很期待到那裡 所以你可以從巴黎來到巴黎,你會知道哪裡去吃 可以吃飽嗎? 太棒了,好,好,那是說吃飽,但是想說什麼 關於台北? 如何是美麗給你,日後? 可能很多人問你為甚麼你拍攝這部電影 我認為最多的魅力是從人家 導演說他來到台灣的話最印象深刻的是這邊的人 因為這邊的人幾乎看到他就一直在笑 一直微笑 然後他覺得好像台灣的那個犯罪率接近零 這是他們歐洲不能想像的 我覺得他們的味道給他們的地方 他們感覺到他們都發展開心 他們每次都在笑 他們只是笑而已 他們平地和平和平靜 而且是很有趣 因為我們感覺到我們是在職業的 如果你在巴士就算了 我也覺得他很想像 真的? 我以為他非常有趣 那導演說整個台灣給他一種很有魄力的感覺 他覺得這邊的人呢給這個城市注入了很多生命 然後像他去逛街的時候經過每個店家大家都對他微笑 他覺得這邊很平靜 那相較於歐洲 因為歐洲最近的話有很多的經濟上或是發展上的一些危機 那邊很多人都顯示出有點痛苦的表情 沒有那種很相和很愉快的感覺